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创造了氧28,这是一种比地球上最常见的氧16多了12个中子的稀有氧同位素。 这种新创造的重氧同位素拥有氧原子中所见过的最多的中子数,预计它会非常稳定,几乎可以永远存在。 然而,事实并非如此,它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衰变了,这一发现挑战了我们对强力的理解。 强力是一种将物质的基本粒子,如质子和中子,结合起来形成原子核中更大的粒子的粒。 它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基本问题,关于自然界最强的相互作用,即核强力。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的物理学家Ritu Parnakanugo说,他没有参与这项实验,这是新科学家杂志的报道。 为了创造氧28,一个由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领导的团队,在日本和歌式Reichen RA Beam Factory 用一数含有9个质子的伏29同位素,轰击了一个液态氢靶,撞击后,氢和伏29都失去了一个质子,从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氧28分子。 根据发表在《自然杂志》8月30日的研究,根据粒子物理学的主导理论,标准模型,如果原子核中的壳层被某些特定数量的质子和中子填满,那么粒子应该是稳定的。 这些特定数量被称为魔术,氧28包含20个中子和8个质子,这两者都是魔术,表明该分子应该是非常稳定或双模的。 但事实并非如此,在实验过程中,氧28分子在一批秒内衰变,或者说是一秒的十万一分之一。 事实上,它的存在只能通过它衰变时留下的产物来确认,氧24和4个中子。 我很惊讶,东京工业大学的物理学家、研究报告的合著者Takashi Nakamura告诉《自然杂志》,就我个人而言,我认为它是双模,但这是自然界所说的。 虽然这项实验还没有被复制,但这项研究的发现表明,目前的魔术列表可能没有完全说明分子是否稳定。 在另一种情况下,科学家们在2009年显示了一种氧24酮位素,表现得好像它是双模一样,即使它没有质子和中子的魔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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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